媽媽越講越心痛 家中的唐寶寶 因為買詐物沒帶四十元 竟然被老闆嗆瞎 還直接報警引發社會嘩然 事發後唐寶寶受到嚴重驚嚇 更在臉書難過發文 直呼不敢再買東西 只想陪阿公阿嬤 令人心疼 秀出兒子滿滿獎盃 為了讓唐寶寶生活能夠自理 爸媽付出許多心力 媽媽今年才獲選新北市模範母親 想不到卻因為四十元詐物 全家大受打擊 網友群情激憤 不只用海量負貧灌爆店家 就連老闆真實身份也被起底 外傳他是從捷運站旁違規擺攤起家 生意起司後還玩起古董 自稱收藏達人 幾年下來花費五百多萬買賣收藏 但街坊鄰居對他卻避之唯恐不羈 不只店家很感冒 這次唐寶寶事件更全面引爆網友怒火 有網友留言分享購買經驗 直呼老闆態度超差 買回家的湯圓還整個臭酸 負貧如海嘯般接種而來 老闆持續身影卻傳出揚言 對網友及唐寶寶的媽媽提告妨案名譽 已經前往警局詢問程序 過程中還直呼自己很倒楣 但警方也呼籲網友還是要注意用詞 以免公親變適足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買才是最划算的